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羊 其实在你的讲义上面 也可以看到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LINE ID 我的WeChat ID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做联系 我希望在20多年的专业电脑技能 然后也有了30几张的国内国际的电脑建造 无非是希望说把电脑的应用 能够去做一些推广 我想先跟你们分享 iPhone这个广播电台呢 我一样先告诉你叫做Podcast 可是Android不是哦 如果你是用iPhone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去下载 因为iPhone里面就已经有Podcast 现在我们还流行一种装置叫iPad 应该还蛮有名的Apple公司的 就是平板电脑 那Podcast它是一个有点像MP3的装置 那Cast就是那个广播电台那个单字 你应该可以在iPhone的手机上面 iPhone的手机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叫Podcast 所以iPhone手机不用去下载 我们等一下Android的手机要去下载 所以我们来看看 首先Android 我们当然要先找到Play商店 这个Podcast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App 所以赶快先跟各位分享 点选这个Play商店 然后就麻烦请各位在这个地方搜寻的位置 请输入Podcast 然后这边我们要看到这个播客电台 Podcast播客电台音乐 好请点它 然后麻烦请把它安装 不过这个它是广播电台 所以你可以找到像什么FM AM的一些广播频道 我要装的其实应该是这一个 Podcast 好麻烦请各位点它 是这一个 然后请点安装 PODCAST PS 这个才对 好麻烦请安装 我接下来呢 我要告诉各位 Podcast它是一个广播电台 这个广播电台呢 它把全世界的广播电台通通收集起来 然后办一个排行榜 也就是说 第一名的广播电台 第二名的广播电台 第三名的广播电台 当然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广播电台 但是我要请你们知道 有一个广播电台 它是很有特色的 它就在读书给你听 就是它去找世界上 就是这本书呢 要超过卖销售量200万册 而且它会比较偏重于是一些 管理类的行销类的 或者是那个办公室应用 或者是一些人生启发 类似这样子的书籍 心灵鸡汤的书籍 然后让我们可以去 在很短的时间就读完一本书 所以它把一本书呢 都做成15到20分钟的声音档 然后播放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值得我们去拥有的一个APP 那我现在就打开来咯 不管您是iPhone 或者是Android的手机 好 都麻烦请开启 然后这边点选 OK 它说你已经拥有了最新的版本 它只是告诉你这件事 看到英文 不要害怕它 请只要看主词动词受词 知道啊 一句很长的话 你只要知道主词是什么 动词是什么 还有受词是什么 我相信其他都不要看 你大概就了解抓得住这句句子的意义了 好 像这边 你有版本 最后的版本 你要是不知道这个单字也无所谓 反正你已经是最新版了 点选OK 然后接下来 你看这边是不是全部都是英文 这下面有看到吗 第一名是1619 你要是有兴趣 你在那边去看这个 它说这个是最多人去听的postcase 最多人去听的 那你想全世界所有的广播电腿都在这边 那你是不是应该去听听看 1619为什么它会在第一名 那当然我们再往下去找 我要请你们去找 load more top pockets 大师轻松讲 这边改一下 这边改中文 右上角不是有一个us吗 我们改一下改成pw p1 然后直接在这里面搜寻好不好 大师 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 大师轻松读 之轻松读大师 他只给你大师 我真的只是苦口婆心 我只是觉得说我们读 现在大家都不读书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来听书嘛 你们觉得呢 而且真的 你想 我不是要叫各位花钱 你真的觉得一本书 卖了200万个 不值得你去看这本书吗 那他现在把这本书的精华 录成15到20分钟 你觉得这样子 然后你再去听 你看看哦 一天读一本 它里面有七八百本 这么棒的书哦 那你觉不觉得 你听了三个月之后 七八百本 你可以读两年不重复耶 你觉不觉得 会不会有一些改变 像那个什么副爸爸 你们知道吗 后来我去读 原来其实 有一些想法真的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网站 很值得大家来去读 你看哦 我现在点进去 大师轻松读之 轻松听大师 好 点他 然后他说 这边有看到 浓缩欧美畅销财经管理书精华 而且他还要求就是 精心规划六大系列的主题 并由资深媒体人 于国定 重点导读 和精辟解说 每周新刊登内容 真的值得你们去听一听了 这边是 第七百七十五本书 大脑升级 无极限 有看到哦 或者是 院警领导 七百七十四天 再往上 七百七十三 七百七十二 请问一下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逗你多两年了 对不对 我就随便播一个哦 吃苦有方 我每天我都跟我太太讲一句话 就是 我看到她说 人生够苦了 你还喝黑咖啡 不是至少苦吃吗 她说 我就是要喝一杯黑咖啡 行啦 我说 加点糖好不好 我是不喝那个黑咖啡啦 好啦 吃苦有方 好 点下去 她就开始播了 好了 我又说成就来 也是很难 所以就觉得说 人生还要被困住 我们今天选读的这本书 它的中文名字 叫 吃苦有方 吃苦要有方法 它的英文名字叫 25 hours a day 24小时是一天 他说我是 多一个小时 我是25小时一天 这个书的作者 尼克贝尔是一个很传统 好了 我觉得你剩下的 就是你们自己回去听了 你看这一本书 吃苦有方 人生就像一场大规模的健身 如同我们的肌肉 重复承受压力后 有办法适应 已变得更强壮 我们的心智也能够适应锻炼 如果等有一天 我没办法再吸收新知识 我干脆去找很多很棒的书 来去读读给大家听 你看这本唱交书 20分钟 你一天只需要花20分钟 你就可以拥有这一本书 作者更多的资讯 自己再去看 不过我真的觉得说 如果说你真的 每天都去读这些很棒的文章 你一定会越来越好 所以这是提供给你们 第一个大师轻松读 麻烦请离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员